你要看到新北中和有一家超商 日前有一名九歲的女子 她出拳腳攻擊店員 警方貨報到場要把人帶回派出所 女子甚至對遠景叫罵 還脫口罩 咬警察 鬧了老半天 總算被上銬帶回 以防害公務 還有傷害罪嫌移送法辦 但是疫情如此嚴峻之際 如此的行為 真的是非常脫序 女子喝得爛醉 清晨大鬧 超商 警方貨報到場處理 婚言乱語就算了 竟然情緒失控 脫下口罩 咬圓警 接著又整個人赖在地上堅持不走 一旁有人也不知如何示好 女子的脫序言行 眾人全傻眼 这起商警案件發生在新北市中和 六號早上五點多 警方指出這名酒罪 親手女和一名男性有人在超商 內吵架 店員勸和沒用 無奈報警 聲音大到就連隔壁鄰居也清楚聽見 結果警方到場後 女子不願配合還不斷反抗 戴上警車前還翻咬圓警 一名李姓女子因酒醉喧嘩 並有攻擊其友人之刑事 執行圓警稅依警察自宣新司法 將其待防守保護管束 女子鬧事被依妨礙跟外含傷害罪行送辦 只是現在疫情超嚴峻 還脫口罩咬人實在不衛生 更把在場的所有人全都嚇壞 記者中的報導